大家好,欢迎来到鲁班爱看剧,我是小鲁班。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惊心动魄的逃生电影《绝命航班》。 本部电影是第一部国产好莱坞类型影片, 机梳的搭建全部使用真材实料, 为此还请来了美国专业的美术指导进行场景布置, 可见本片的成本还是很高的, 但剧情演绎的如何呢? 让我们一起进入影片吧。 航空公司的一架老旧飞机准备最后一次航行, 本次航行也仅仅只有十几位乘客, 因为航班是夜间飞行, 所以大家都比较疲劳的睡下了, 但随着一声惨叫,所有人都被惊醒了。 一名空姐被不明生物杀害,身上全部都是爪印, 飞机上有一位法医, 经过她的确认死者是被一种有毒的动物杀死的, 这时候飞机上充满了恐怖气氛, 但头等上的两位乘客却不以为然, 正当男乘客去洗手间的时候, 动物抓上了红衣女, 这时候大家再也坐不住了, 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。 原来这个动物是中分哥带上飞机的, 起初他带上来的时候只是一个动物化石, 没想到上了飞机就开始四处行凶, 这时候大家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分哥的身上, 扛不住压力的中分哥决定孤身去杀掉怪物, 谁知道怪物没有杀他, 反而抓上了他的妹妹。 这时候机长发来通知, 说怪物喜欢低温的环境, 所以建议大家到温度较高的头等舱躲避, 但头等舱上也不安全, 一个老外为了保护妻子而驱赶其他乘客。 在争斗的过程中, 中分哥被他杀死了, 这时候大家看到了一个小女孩的画, 她先后画出了空姐的遇害, 飞机遇到雷暴以及中分哥的死, 这一切都是在事发之前画的。 他们知道小女孩可以描绘未来, 并且从她的话来看, 飞机是可以顺利降落的, 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时候, 飞机的燃油不够了, 想要到达目的地, 就必须关掉一半的引擎, 包括供暖设备。 在3万英尺的高空中, 一旦关掉供暖设施, 温度马上就会下降到室温以下, 这就表示怪物可以进到头等舱了, 走投无路的大家决定跟怪物硬碰硬, 在音乐的诱导之下, 他们成功引出了怪物, 但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怪物的对手, 最后怪物杀死了黄鱼小哥逃脱了, 亲眼目睹了怪物的战斗力之后, 他们决定智取, 他们在当机口附近播放音乐, 引诱怪物前往, 然后他们打开舱门, 让怪物被封吸出门外, 因为打开舱门的阵风太强, 虽然已经做好了事先准备, 但机长还是被封卷了出去, 里边的人拉着绳子准备把机长一点点拉回飞机, 没有想到的是, 怪物也抓在了机长身上, 机长明白如果自己回去, 那么怪物也会被一起带回飞机, 所以他砍断了绳子, 让怪物跟自己都卷入了引擎之中, 同归于尽, 最后乘务长运用自己紧懂的一些驾驶技巧, 让飞机平安降落, 几位受伤的生还者也被送去治疗,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 剧情非常紧凑, 在国产片逻辑混乱的难题之下, 能把事情叙述的清楚到位, 着实可以再加一分, 但失败的地方也很明显, 就是这只怪物的造型, 你确定这不是黑猫警长吗? 如果能把怪物塑造的更加传神一些, 影片的评价会提高不少。 好了, 本期的鲁巴爱看剧就到这里了, 我们下期再见。